大家好 我是这一场的主持人Winfer 那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使用PyTest进行单元测试 很高兴邀请到Max讲者来为我们讲这个Tutorial 那我们在HackMD的共笔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slide的连结 还有讲者他很贴心地把他的slide 还有GitHub的demo code都放在了上面 那他甚至还有分享这个demo的video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想要跟着操作的话 可以用这些连结一起跟着他操作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讲者 各位Pycom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session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主题是使用PyTest进行单元测试 那首先呢我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Max Lite 目前呢在统众和医院咨询部担任高级管理师 负责AI医疗影像的技术研发 那我在社群方面的经历呢 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共同发起了台中派 还有呢agio台中的社群 那在2015年到2018年的四年之间呢 我也举办了台中敏捷之旅的研讨会 那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程式码的demo code呢 就在底下这个连结 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连结上面呢 去看到我们的程式码的report 那也有简报的PDF档 那在讲测试呢 第一个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写测试呢 那在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 应该是要证明程式码 是依照我们自己想的一样在执行 那我们可以用手动验证程式的方法 来做测试 但是它非常麻烦 而且呢不能确定每次测试的方式呢 都是相同的 那如果我们有了测试程式之后呢 那我们就能够每次都执行相同的 这个验证条件 那这样它会很稳定 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避免改A坏B 我们的程式呢 如果上线之后 将来有需求的一些变动 是一定会去做修改的 那甚至于呢 我们可能有机会的话呢 想要去调整它的Performance做重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有一个单元测试之后呢 你就比较会有信心的去做程式码的更动 那这样子的话呢会避免改A坏B 那第三个我觉得很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给其他的人 一个如何使用自己程式的一个范例 那我们今天这个demo呢 它的执行环境是会用mini-conda 那它的编辑器的话呢 我会习惯用的是PyChamp 那用的测试框架是PyTest 如果呢你要执行这样一个环境的话呢 首先就是安装mini-conda 那我们在Windows MacOS跟Ninux上面呢 都给各位有一个参考连结 大家可以跟着这简报上面这个连结呢 可以去下载安装Python的执行环境 另外的话呢 PyChamp是我很喜欢的一个ID 那它有蛮多很好的功能 所以的话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Jbrand的网站去下载PyChamp 那我们接下来呢 如果你要在PyChamp这边呢 开一个新专案 那setup一个PyTest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PyChamp一开始进入这个画面 这里可以按一个New Project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设定Project它的目录的名称 那我们把它设成PyTest Lab 那Python的环境呢 因为我们是执行安装mini-conda 所以呢这边是选conda 那你在这里的话呢 可以选Python不同的环境 那我觉得这是安装conda之后呢 它有好处哦 它有安装各式各样不同Python的版本 那之后的话按Create 那专案呢 这个产生之后 我们可以在PyChamp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把它的Preference 可以去叫起来 那在Windows跟Ninux的OS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叫Setting 那我们要去设定它的DefaultTestRunner 那你在这个搜寻框这里的话 你可以打PyTest 那在这个PyTest打完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Tools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Python Integrated Tools 那你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TestRunner 去选PyTest 按OK 那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呢 在这个ID里面呢 去把这个Terminal 去把Share叫起来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用PyP Install PyTest 把这个测试框架安装起来 那之后 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Test UnderlineMate.py 那把简单的一个程式码打进去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先去验证一下 Mate.sqrt25的平方根 是不是等于5 程式码打完了之后呢 在这边 你会出现一个箭头 那你按右键的话 有一个RunPyTest 那你按下去之后 那这里测试 就会通过 那它这边就会讲说 一个测试通过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 设定好 如何执行PyTest的一个专案 那我们的程式码呢 你可以用Git 去做GitClone 那之后的话呢 可以用Konda 也可以用 就是Python里面的Virtual Environment 然后去建立 这个Python 3.8的执行环境 那Python呢 本身它就有 就是内涵 这个Unitest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 会想要用这个PyTest 这个框架的话 因为它有 不错的好处 那我们来 一开始的时候 来做一个比较 那第一个Unitest 的Case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Hello 那这里是我们的 Production Code 我们写的一个方选 叫做Hello Name 那我们传一个Stream进去 那它会印出 Hello 那我们传进去的 Stream的名字 那比如我在这边 输入是Max 那呼叫之后呢 它程式执行出来的结果 应该就是HelloMax 那我们可以为这样一个 方选呢 去做一个测试 所以你在Unitest 这样一个测试框架底下 那你先Import Import完之后呢 在这里 你要就是 Create一个 Class 好了 TestHello的Class 那它是继承的 Unitest.testCase 那之后的话呢 你在这边 再去建立一个 Method 那这个Method呢 就是用 Safe.assertEqual 那我们把Function呢 叫起来之后 那去验证 它是不是 出来的结果是 HelloMax 那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方法呢 来去做assert选 那这个Unitest 这个框架的话呢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assert的Function 那你可以点选 简报底下的这个连结 可以看到更多的 assertFunction的方法 那我们执行 这个Unitest呢 执行了之后 它这个就是会 pass OK 那如果你用 这个PyTest的时候呢 那它的语法 其实是 比较Pythonic 那它也支援 Unitest的TestCase 所以你之前 如果是用Unitest TestCase的框架呢 你去写的 这个TestCase 它也可以Run 那最棒的我觉得是 它就是用这个 关键字 assert 那之后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逻辑的判断的一个 equation 那你就可以判断说 它是不是为True 那很直觉 那不用再记很多的 什么assert equal等等之类的 这些语法 那当然它还有 更多的一个进阶的功能 比如说有Ficture 那有Parameterize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呢 也会介绍 这些功能 那还可以呢 做更多的extension 那去使用到别人 已经开发出来的 Plugin 那我们执行PyTest的时候呢 你就是 在这个 这个Communcial里面呢 你可以打PyTest 那把 这个测试 就写在后面 那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 弄出来的结果 那这里会有一个点 当你出现这个点的时候 表示它成功 那如果是失败的话呢 它会出现Fail 那我们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 -V的话呢 它可以 就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哪个 这个 Messor 有Pass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TestHeloname Pass 如果呢 我们刚刚 在这里的话呢 输入的 参数我们改成MIN 那结果呢 我们这边还是维持Max 那这个之后 我们去Run 这个TestCase 它会出现一个F 就是Fail 那这Fail的结果呢 它还会告诉你说 是出错在这一行 那有哪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呢 本来 预期的是 Hello Max 但是出来的结果是 Hello Min 好 那么 以上呢 就是 做了Unit Test 这个测试框架 跟PyTest 这个测试框架 两个不一样 那我觉得 在PyTest 写起来的话呢 就是 比较 语法 比较容易 不需要一直 create一个class 那在PyTest呢 它有关于 这个TestFile的命名规则 那 这个TestFile 它的命名呢 就是你可以用 这个Test底线 或者是呢 先一个名字之后呢 结尾是用 底线Test.py 来当TestFile的档名 那有关于呢 Test的Function Name 它Default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要从 用Test开始 那这边我们也有 这个Demo 那这个Demo的话呢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把它录成影片 上传到YouTube 那如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 简报里面 点选 点选这个连结 那可以去YouTube 去做观看 那现在我们再 更深入来 就是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单元测试 那我们从Wikipedia的 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来看到 单元测试它通常是一个 自动化的测试 它根据 我们写的这个application的 有一段的程式嘛 我们叫做unit 一个单元 那希望呢 去测试看看 它的行为 是不是照我们 所想的那样去执行 那 这一个呢 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单元 一个单元呢 通常 它就是一个function 或是一个procedure 那在这边这样子 听起来感觉好像懂 可是呢 并没有非常的明确 那我在 这个单元测试的艺术 The Art of Unitest 那它现在有第三版 第三版的语言呢 是JavaScript 台湾的话呢 有第二版 这个 的中文翻译 那它是C Sharp的语言 那在这边 它都同样的 会去讲这样一个概念 单元测试 它是一段 自动化的程式嘛 那这段程式嘛 它会去呼叫 被测试的工作单元 那 这个测试的 这个工作单元 它的一个入口点 那有了 呼叫入口点之后呢 它可能就是会有 一个出口点 那我们就要去检查 这个出口点 那它是不是 符合我们期待的行为 或者是 输出结果 那单元测试呢 通常是使用 单元测试的框架 它可以被快速的执行 而且它是可以信赖的 可读的 及可维护的 那可信赖的呢 就是只要我们程式嘛 没有改变 单元测试的结果 应该就是稳定一致 这个 听起来 或看起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感觉说 它比较清楚一点点 那一个 单元测试呢 它其实是会 就是 有一个出口 那它可能是一个回传值 或者是抠另外一个方选 那这样 单元测试会有三种类型的出口验证 那第一个类型的出口验证 那 像底下这个图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像的名词说明 那这个名词 SUT 它是System Under Test的缩写 就被测试的系统 那有些呢 也会成为 这个CUT Class Under Test 或是Code Under Test 那我们呢 一个测试程式 那它会呼叫这个SUT的进入点 那比如 我们这边假设是模拟一个计算机 那它会去计算 求A加B的总和 那它会有个出口点 出口点呢 在这个方式 它会Return一个Value 那就是A加B的核 那我们就是要去检查 这个出口点 它到底 有没有符合 我们期待的这个结果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范例程式 这是ProductionCode 那我们呢 去建立的Class Calculator这个Class 那有一个定义了一个Add的 Method 那它吃的参数是A跟B 那我们去把A跟B加起来的核呢 我们把它Return 那这边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这个TextCode 那这个TextCode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会去Init一个Class InitCalculator的Instance 那我们再去呼叫这个Function 2跟3加在一起应该等于5 所以我们就去做最后呢 去做这个Assert 那Assert看看这个结果是不是等于5 那如果等于的话呢 它就会做Pass 那第二种的这个出口验证呢 我们可以看 这是另外一种Calculator function呢 我们叫做M加 那M加呢 通常就是我们加了一个数字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不一定会立刻Return一个Value回来 我们可能会用MR 那去把里面的这个Private的Value 它可能把这个Total的值呢 存在他们的这个Function里面的Private 那有些时候呢 有些Case它并没有外部可以存取的一个Gator的Function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去想办法去验证 这个Private Variable 那一般来讲 像在那个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 像Java 那像C Sharp 这些这个Class里面的Private 这个Member 它不一定可以去做Access 所以你就要用一些这个物件导向的程式技巧 去把它做这个计程 计程了之后呢 再去把这个写一个Gator的Function呢 去把这个值 就是Return出来 那你才有办法做验证 但是呢 在我们Python的这个动态程式语言里面呢 它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这个Private Variable 你真的要去验证它的话呢 我们的语法其实就可以资源直接去拿到了 所以在真正如果有遇到这样一个Case的时候呢 我们要执行这个第二种出口验证 其实在Python是相对容易的 那第三个出口验证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 有一个SUT 那我们去输入它一个体温 那我们这检测一下 这个体温呢 如果呢 它可能高于比如说35度C 那我们就认为说它是这个发烧了 那我们就在这个电子看板上面秀出来 就说 这个你已经发烧了 这样一个警告的文具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UT 它是Code的是 Supparty的一个Library 那它叫电子看板去秀文字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办法 去Access到这个电子看板 那我们怎么去验证 它这个结果是对的呢 那刚刚的这样一个Case呢 我们会在就是下一个单元里面 会有这个两种外部依赖里面 跟大家介绍怎么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探讨 就是Unitest的两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Exception 那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就是呃 程式出错的时候呢 就会丢出一个Exception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Divided by 0 所以当我们除以0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丢出这样一个Error 那我们怎么去验证 这段程式码真的有丢出一个Error呢 有丢出Error才叫Path 没有丢出来其实是Fail 那在PyTest里面的话呢 你其实是用一个 这个Context的语法 就是PyTest.dressis 那你把这个Error写在这边 所以当你执行这一段程式码的时候呢 如果有Error 因为被它包起来了 那它真的有把Error丢出来 而且是这样一个Error Type的时候呢 它就会真的Pass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就是 就是我们看它 这个程式码Run下去 它其实是可以Run的 那所以它就没有跳出一个Error 这个时候呢反而这个测试呢 它是会Fail 因为它这边会讲说 并没有这个丢出一个Exception出来 这个就是如何测试Exception的一个方法 那Demo的话呢 我们一样 有YouTube上面的一个连结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那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其实是同一个方选 那里面我们输入不同的参数 那它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测试 如果我们不同的参数 就要写一个Test Code的话呢 等于这1 2 3 4 5 5个我们就要写5个 这个测试的方选 那在Python这边呢 它有一个参数化测试的一个方法 那这参数化测试的方法 你就是用一个Decorator 你用这个PyTest.mark.parameterize 那你在这里的话呢 可以用一个字串 然后把你想要的参数 A B C 还有一个呢 你预期的Expected的Value 你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四个 这个参数呢 它就会被变成 就是Path成一个测试程式里面 测试方选里面的参数带进去 那里面的值呢 你就是用一个Table的List 然后把这些值放进去之后呢 它这段程式码其实就在验证 这样的程式呢 它可以跑出来 所以等于1 2 3 4 5 那你去让这个PyTest的时候呢 它就等于帮你跑了5个测试在里面 那同样呢 在这个Demo也可以点连结 去看Video的影片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第一阶段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先讨论一下 谢谢 好 谢谢讲者为我们讲完了第一段 那我们这个会分三个Part 然后中间都会休息10分钟 那每一个Part是20分钟 那中间这个休息10分钟 我们会开放 让这个讲者 会让听众问问题 那讲者会在这边回应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slido上面留言 我们可以从slido上面回应 那没关系哦 因为可能一开始没有说明到这方面 那我还是再补充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人是后面才进来的 那在我们的hackmd的共笔上面啊 那将这很贴心的把刚刚的这个slido slide 把刚刚的那个slide 跟这个code的程式码 都有放到这个hackmd上面 所以大家往下滑都可以看到 他有分享三个东西 那最后面他还有分享他的demo的影片 他刚刚已经放上youtube了 所以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他demo的影片 我刚刚重刷了一下 那个youtube留言 我留的讯息好像又不见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track3的留言功能 是我们一般的听众是没有办法留言的 真的吗 那没关系 你要不要先 你要不要直接来讲一下你想分享的 也没有啊 我想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这个pytest的话呢 他其实是 我觉得就是说你 你在做这个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是一个起手式啊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session呢 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就是quist star这样 那有人说 机器学习也会建议做unitest 我觉得这可能分成两个部分啊 就是如果我们把机器学习当成 呃就是一个unit那我们要去测这个机器学习 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比较难测 那我也有找到呃就是一两篇文章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去测试 就是deep learning的network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比较深一点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呃机器学习当成是一个unit但是因为你机器学习要做落也要落地 其实你要落地像我们在医院里面啊我们是做胸部X光的这个呃辨识的这个检测的模型 那我们一样要提供RESTful API我们要提提供的就是说一个pipeline怎么样跟医院的PEX系统去做借鉴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有是有很多的呃小小的单元他都应该要去做测试的啊这是我想呃以刚刚讲那个机器学习这边呃来做一个回应那几个需要单元测试的场景跟应用呃基本上你只要有写一个方选 那我就会建议你应该要做测试那尤其是呃呃有做于呃有关于是里面有一些呃逻辑的判断的因为当有逻辑判断的时候我们人就有可能会 呃就是有可能会想错嘛那你想错你怎么去验证他那你就呃就是应该要写一个单元测试来验证看看但是我们一般哈这要导入单元测试的时候会 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啊我这一个方选里面我又call到了外部的database那我没有那个database我怎么测呢那这个等于是我们接下来的单元里面也会在讲的就是说当我呃要去call一个web API我们要去call一个db的时候那呃呃我们怎么样先把它做一个外部的隔离那在python这边那有一个啊pytest有一个mark啊那mark object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第三个问题是想要一个函数只有一个测试函数的话 exception的测试跟 pytest的parametrize可以合用吗 呃如果是exception 跟parametrize我自己本身觉得这好像 比较是两个不同的测试案例 呃就是如果你要用参数化的测试的时候基本上会比较像我刚刚写的样子是一个方选那他有各个不同的输入有不同的呃就是呃return的value那但是如果你是要有一个exception的话呢他其实是呃要用的是呃我们刚刚的一个语法就是这个pytest pytest.raise然后说呃他这个程式码是不是真的有丢出一个error这两个情境有点不大一样 那经验上如何决定专案的unitest core coverage 呃其实这后面也会会讲呃我们是不是留在后面我讲完了之后呃再回来回应这个问题 一个测试上测试多个情境呃一我们会建议的就是说单元测试就是尽量逻辑简单呃一次测一个逻辑那整合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串不同的方悬来做测试那如果你一次要测的很复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是你呃我们要找到真正错的变数嘛 所以是一次测一个呃这condition会比较好 我们等一下呃就是会再回回回来回答那个call coverage的问题 好那我们预计25分开始齁那现在的话呃大家可能可以先就是继续把问题留下来我们也可以等一下有有时间的时候来回答 那等一下等一下影片还是20分钟后面一样会再有10分钟的QA 对大家在这10分钟休息时间也可以来练习一下或者是实作一下刚刚讲者呃就是分享的东西 好那讲者这边想要继续回应哪些问题吗还是我们其实其实我们 呃后面都还会有有那个example这是第一段嘿那我想说第一段大家先呃看一下 然后做一个回应所以等一下还会有其他example 然后这example在github上面呢也有sample code 那也有用pychamp他执行的demo的video 那如果大家呃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看video这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再继续回应还是让大家休息一下 哦35分也剩下一分钟了或许可以喝个水啊等等之类的嘿我想说下个session要马上开始了嘿好那我们一分钟后下一个session session就会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再准备一下呃或者看一下刚刚的这个hackmd的内容 然后我们35分准时开始那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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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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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就是要准备好一些初始的db 初始的物件 建立物件 不禁止于为这个物件进行必要的设定 那之后的话就是写test code 去call它的进入点 然后检查它的这个 输出点 那在检查的时候就是用assert 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个就叫做3a的原则 那在 PyTest呢 它提供了一个ficture 那这个ficture呢 它可以 就让我们在 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去做这个arrange这样一个动作 那我们可以呢 很多个单元测试 然后共用一些变数 可以重复利用 那所以如果你要 提供一个 就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一个参数 给 不同的 单元测试的 方式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 pytest.ficture 这样的一个decorator 那有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呢 它 会 这个回传 可能是数字 可能是 object 可能是list 那我们在这一个 Test StumData 这样一个function里面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参数 那 它在执行 一开始 就是 PyTest的测试框架 在执行这段 测试程式码的时候呢 就会把42带进来 那 那做了初始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去 验证它 到底是不是真的42 那所以 像类似 这个function的话呢 也一样会 丢进42 那我们 用 这个指令 就是加了一个 -setup show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在setup上面呢 它的一些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在执行这个 这个 Test 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setup 那它的scope是 在function的这个scope 所以 它产生一个 sumdata 那这个测试呢 pass过去之后呢 它又会把这个sumdata呢 把它 这个 就是delete掉 那这是第2个 方选 那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 一个ficture呢 我们等一下会在 如何 去测试 各个不同的 单元的时候呢 会用到 那还有 一个呢 就是eo的这样一个观念 那eo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呢 我们 可以在 一个ficture里面呢 先去做一些 precondition的设定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挑到 测试程式上面去执行那个测试 那之后 结果 结束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 在这边去做一些 clean的动作 那 举个例子来讲 这边就是 有一个ficture 那我们run的这个 测试程式码 那可以看到呢 在 测试程式要 跑 之前呢 它会先印出 precondition 那之后的话呢 再印出这个 测试程式码里面的动作 那之后 测试已经停止 pass了之后呢 它还会再印出 后面的这段程式码 那所以 这一个呢 呃我们可以用来 假设一个测试 那它要初始化一个db 那create一个table 在里面塞资料 那测试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db把它删掉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 指令 那等一下 后面的话 我们也会用 这个来做 更详细 更实际上面的应用 那当这个ficture呢 你要让很多 这个 呃 这个testfile来共用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存在一个叫 comforttest.py的这样一个文件里面 可以进行一个全局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目录结构 在这里的comforttest 点牌里面的ficture呢 你就可以让 test a test b test c test d 好来去呼叫使用 那如果在这个sub directory里面呢 那 comforttest里面的ficture 它只能给test c跟test d用 上面的话它就会看不到 那同样呢 这个程式码也一样有连结 可以到 YouTube上面呢 去看 实际上面的demo影片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在 进入 两种 测试的外部依赖 那这边我们先要来提一下 一般我们来讲说 一个单元测试 一个优秀的单元测试 它应该是要 可以 执行的很快 因为如果执行的不够快 那我们在那边可能 等个10分钟的时候呢 那 一般的programmer就想说 那我上个网好了 那我去喝个咖啡好了 所以呢 为了要run一个测试 可能你去serving了半个小时 这样工作效率其实是降低的 所以它应该 单元测试要执行的很快 那每一次呢 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如果你没有更动 原来的这个production code的话 那 第三个呢就是单元测试 它也应该是要完全独立的 那每一个单元测试 它 执行的结果 不能互相干扰 那还有呢 它就是 不需要 可能是特定的一个作业系统档 或者是不需要有 依赖 网络 比如说网络上面 我们可能 需要 这个远端server的一个API 甚至于我们可能要连到一个特定的database 那 有 这些东西呢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database 如果你的service 就突然停掉的话 你的测试就不能run 那这样子 它 就是 不太好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如果 你的sut呢 有 刚刚的一些状况 就是说 我们要去 依赖到外部的 元件 那外部的元件 它 我们可以称之后 它叫 Doc 就是 Depend on component 那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 当 sut呢 去 呼叫 一个Doc 的时候呢 它没有办法呼叫 就像 我一开始在我们团队里面 导入这个 单元测试的时候 那 Member 他就会跟我讲说 这个 我们 现在呢 医院里面的Db 这个 都是线上的 那我现在 如果要去 做测试的话 那我没有病人的资料啊 那我怎么样有办法去测试我的程式吗 其实呢 这个就是 等于你已经相依到了 一个 production的一个Db 那第2个当然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了 如果 这个我们去call了一个Db的query 那可能他的资料很多 那甚至于呢 呃 有很多的服务 让他可能每一个测试可能回 回个 2秒3秒 那你 让个10个测试 那可能他就要跑个 30几秒 那这个 都是 呃 一种的浪费 那 当 你有这样一个Doc的时候呢 那我们怎么样呢 去 呃 就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在 XUnit Pattern这样一本书里面 他提出就是 呃 TestDouble 测试替身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测试替身的概念就是说 哦我们这是一个 测试程式 那我们呼叫了SUT SUT呢 又去call了一个Doc 那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要真的call Doc 而是 去call一个TestDouble 那这个TestDouble呢 就是 在一个特定 呃 情况底下的话呢 他的行为 他就等于跟原本的Doc是可以做等效的 的一个 的结果 等效的 动作 或是等效的 Return Value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称作他叫TestDouble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讲了这个TestDouble有这几种形态 那第1种叫 Dummy object 有可能我们在SUT 那在Doc里面呢 他可能在宣告的时候需要这个object 可是呢 呃 我们在这个测试 的程式码里面 完全都不care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类似像一个Nual object 然后我们把它存进去而已 那 TestDouble呢 就是 如果 我们 呃这个测试程式码呢 需要 呃去 呼叫一个Db 查询一个资料之后呢 根据这个资料来做一些判断 他是一个input 那就是用TestDouble 那 TestSpy的话呢 他就是 呃 SUT 他去call一个Doc 那Doc Doc 现在不能用 我们用一个Spy来 来 代替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Spy可以把 呃就是 SUT call的一个参数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 他 他甚至于还可以再回 呃一个值回去 那Mark object呢 就是他可以去做 录 SUT callDoc的这些参数 那Fake object呢 他是实际上面的这些Doc的 呃一个实作 所以他这个是 一个简单版的实作 好所以我们从左边到右边的这个光谱来讲的话呢 这边就是几乎完全没有实作 那这边呢就是已经做了蛮多的实作 才叫Fake object 那详细呢怎么样做我们来看 下面这一个 这个是第1个外部依赖 那他叫做传录依赖 他并不是 SUT去做了这个出口 那 他没有要做判断了 我没有要去判断他的结果对不对 但是呢 SUT需要他 提供的 可能是一些 呃 测试专用的一些资料 譬如我们去资料库查询一个结果 那我们去 就是 我们的文件系统里面呢 去把某个文件 读回来 或者是去网络上面call一个API 那这些都是 由外向内流入 SUT 的一个 被动资料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就提出这个STOP的观念 那我们就用STOP 就是隔离传录依赖 就是用假的 那个module object或function 那 就是他每次call这样一个 一个STOP的时候呢 我就把固定的值 就是回传回来 那因为这样固定的指挥传回来 SUVT去做的判断呢 他就可以是 这个每次执行都是 相同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 可以针对 这样的结果呢 去做 我们 去做 去做比较 那在一个单元测试里面呢 他可能 可以有多个 STOP 那在PayTest里面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 我们现在来看 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 我们举例 就是 去 取得一个 开刀房里面的整个 的那个 手术的清单资料 那这是production call 那我们 定义了一个方选 叫做 All operations 那里面的参数是某一天 那在某一个开刀房 那我们现在回传的是这个手术的一个清单 那在这个 production call里面呢 我们call了一个 就是 DOC 那这个DOC是 他去 读一个DB 那我们 并没有真正去实作DB 我们在这边就是 如果你真的跳进来了 那 我们就是丢一个exception 假装你是读不到DB 这个就是一个DOC 那我们的test call里面呢 就是 在这里我们去呼叫 就是 601房 然后 去把时间丢进去之后 那 假设你 程式码是这样子 你要去做 这个 设 这个 回传出来的list里面的房间是不是都等于是 这个 601 这时候你就会产生exception 在这里的话呢 你把刚刚那段 呃 test call呢 去跑测 呃就是 pattest的去执行他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说 他有一个fail 那fail的 地方在这里 这里 就是因为他去call的这个方言 那这个方言他 在这里呢 就是遇到exception 那这个 部分的话呢 我们 呃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个mark object 来去模拟外部的一个相关 那在这边 呃我可能 刚刚讲很快 呃跟各位再提 一下就是说 在 Xunit里面呢 我们提供资料的 这样的一个testable 他 把它定义为叫做stab 那在pattest里面呢 他没有stab这样的 一个keyword 他用的就是叫做marker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 这个测试程式嘛 他会用到两个ficture 啊第1个ficture呢就是我们 做了一个 这个有关于 所有手术数资料的一个 假资料 那这个假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 某一天里面 然后他有 6笔手术 那在分别在601跟602 的这个开刀房里面 所以呢 在这个程式码里面呢 我们一开始就说 我 我需要呢 有这样一个 初始的资料 那另外呢 我需要有一个叫marker marker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他告诉pittester 如果我 为 我接下来任何的程式码里面 有call down 这个 Lib 里面的 GetAberation FromDB 这一个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不要真的去call他 我直接就回这个资料回来就好了 所以 当我们在 执行他的时候呢 这个function里面 他如果call到这一个 他去call到 这个 外部的DOC 这个function的时候呢 他不会真的去call 他就会直接把这个资料回传给 这段程式嘛 所以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list 那再去判断说 里面 里面是不是真的都是 601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他有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执行出来 会是pass的结果 那你如果要使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marker的这个feature的话呢 那你就是要去安装 pittestmarker这个plugin 那他是 把 Python的unitestmarker 这样一个option的 API 他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封装 那你要安装他的时候呢 就是用 pip install pittestmarker 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的外部依赖叫做 传出依赖 那 就比较像是这个sut 那他call了什么 什么样的 一个 外部的方式呢 举例来讲 他call了 logger 那我们把一些资料写进去 或者是我们把某些内容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我们去发送了个电子邮件 甚至于是外部的web service 那我们把 API push一些资料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sut他都做了某些动作 呼叫啊发送啊通知 这样的 一个行为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mark来 打破这个输出 输出依赖 那这个mark 他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 Doc 的 取代 Doc 那他有个 这个出口点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 假设就是说 这个sut 他把 该有的资料呢 传给了这个 Doc 那Doc呢 和 假设 他是可以正 正确执行的 那 我们只要资料传对了 他应该就要 正确 去做 后面的行为 那我们的测试程式其实只是要验证这段程式码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是记录 这个sut 传进来的参数 到底是不是 如我们预期 好 那 在这里的话呢 通常每一个测试 只有一个 mark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可以保持测试的 可 唯物性跟可读性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测试的互动 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 我们要检查 sut 如何呼叫Doc 那所以我们就是用 这个mark function 那他可以把 这个 单元测试里面 sut 呼叫Doc的时候 传的参数 到底是不是 如我们的预期 那刚刚有提到 一个sut 可以有多个stop 但是通常只会有个mark 那这边也有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 跟刚刚一样 只是我们多加了一个程式 就是说 在这一个 这个ooperation里面呢 我们又多呼叫了一个log 那多呼叫这个log呢 他就会把这个message呢 把它 写到一个log file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 没有真的写 用个print来 来 假设他真的资料有传进来 那我们这边呢 是 另外一个测试码 那这个测试码里面呢 就是刚刚已经有 这个feature就是有个假资料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marker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程式码这样子 做之后 写了之后呢 这个 lib.ooperation 我们怎么去检查说 他真的有把资料写到log里面 这我们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会再引入另外一个 这个 marker 那所以 这里就是我们用 这个 那个一样是 marker.page 那我们把 这个live.log 把它 这个page 起来 但是呢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 marker object把它记录起来 所以 当程式呢 这样子跑的时候呢 在这个 方选里面呢 他就会真的去call 这个 marker log 他不会去call 真正的那个log函数 而是 会去call这个object 那这个object呢 他就会把 传进来的参数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 之后可以去验证 就是 可以用 marker log.assert 他是不是只有call一次 而且他传进来的参数是 602 如果 他只有call一次 传进来的参数是 602 那应该就符合我们预期的 结果 那这个时候呢 程式码就会pass 当然 这个assert 后面他可以有各个不同的 方选 那 更多的这个list的话呢 大家可以点 这个 简报上面的连结可以 看到更多的资讯 那刚刚呢 那一段程式码 他是没有真的去call lock那个function 那我们刚刚还有讲说 另外一个 概念是用spy 所以在这个spy的话呢 他 会真的去call LOG function 但是他也会把参数记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 测试的程式码 结果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说 他这程式pass 而且呢 他也真的去把 我们刚刚的log 方选里面呢 把这一串 程式呢 把它印出来 那我们的demo的话 一样点选这个连结 可以去 YouTube可以看 相对应的demo 好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就 可以暂停一下 那可以有些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讲者 第二段 精彩的 精彩的tutorial 我们接下来还是交给讲者 进行第二阶段的 这个 QA 那这个QA跟休息一样 10分钟 10分钟结束以后 会进行第三阶段 好 交给讲者 我们把这个 这个最多人投票的 这一个问题 我们先做一个回应 就举几个需要单元测试的场景 跟应用 那 我 我觉得 其实你只要有写方选 而且这个方选里面呢 是有 做 类似 加减 乘除 还有 有做 逻辑判断 你就可以 做单元测试 那我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单元测试其实 它跟外部的任何 相依都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外部是需要去call一个db 那你就把这个 calldb的 取得资料 那样的一段程式码 你要抽取出来变成一个方选 那 之后的话呢 它会回传出 可能在Python那边我们可能是一个list 可能是一个 Dictionary 那 你 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呢 你要在单元测试里面做 做单元测试 你就是 去用Mark 或是用Ficture 然后就程式 一起来的时候呢 就已经先把这个假资料建好 所以你的单元测试 真正的重点是要测 你那个function里面的加减成熟跟逻辑 尤其或者是loop 在这边会不会有出错的 那所以 只要程式比较复杂一点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程式只是去database里面送 要去查一个资料 然后呢就把这个资料 原封不动的就导成json回回去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状况就不需要 是没有错 好那 三个SUT 只有一个范例 有没有范例 有 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吗 那 怎么样做好 要Mark很多元件啊 假设 假设你要做单元测试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你一个测试里面呢 可以有多个stop 那有 一个Mark 那这样来做测试 就会 单元测试比较简单 那但是如果是 呃 所谓的end to end 或者是整合测试 好我们等一下的第三单元也会提到 呃这个有关于整合测试的这一块 那整合测试的这一块呢 会比较建议的是 呃你先有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可能就帮你抓出很多的小问题 那你有这些问题都抓出来你整合测试其实是要就只要去测happy pass 那为什么要有那个happy pass 是因为有可能你们是一个team在开发 所以别人的单元跟你的单元在做整合的时候呢有可能就 呃就是在串接的时候逻辑上的出错 好那是需要串这一块 那等一下也有一张slide 在跟大家讲说啊为什么每个单元都可以 正常可是呢合在一起不正常 有一张图可以 呃这个很容易就说明这件事情 那这个integration test自己实作的function 呃和lab也建议写unit test 呃这个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 单元测试要测的是 就那一段程式码里面的逻辑 那整合测试要测的是 单元跟单元串接的逻辑 这两个人部分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边有第三方串接的功能做测试 第三方没有提供测试环境 那就像我刚刚 呃提到的 呃那个方法你要去做mark 那这样的话呢 那其实你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先假设 第三方的function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如果传给他的参数是对的 那我们就 可以合理的去判断说 哦那 这样子的话这个function应该是会正常 那但是如果整个测试是还是错的 那有可能真的是第三方function有问题 我们 做 这样的一个测试 主要就是我们要有办法去locate 我们的到底issue跟bug是发生在哪个部分 那我们先解决自己 呃程式码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去看 呃第三方会不会有问题 这样子 那 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之后再请主持人帮忙看怎么样把回答过的 的问题可以消掉这样子 那 不好意思 好 这里又有一个人跳出跳出来 就是 PiTest的前按执行的结果可 可不可以存到下个案例 比如说注册的账号产生的身份证 如何在后面的测试案例使用 那这个就分成两个阶段了 如果你是要做单元测试 那 你就不需要去说 你就不你的单元测试里面可能有 有一个已经假设已经有的 注册的身份证字号 那你就要用的是用我们刚讲的Ficture 那或是 或是那个 Stab 去把这个资料 输进来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 那个整合测试 那当然没有错 整合测试的话呢 就 要把它存起来 那 怎么去存起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要看真正的context 才能去讲 因为你 如果已经去做整合测试呢 代表说你 会牵扯到db会进来 那你就 真的可以把资料存在db里面 那最后去验证出来 串接的结果是不是合适的 这个部分 我可能要需要更多的context 我才有办法回答到 你的问题 我觉得 好 这边也有一个如果是用 SQL Code去呼叫db的程式法要怎么做mark 就是 你要先把 SQL Code去呼叫db的这一段程式码先把它抽取出来 那把它当成一个function 那之后的话呢你就去mark这个function return回来的值 那我在 应该是在YouTube上面的那个 video里面 那 也有一个 就是说在 今天的范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mark 我们的system time 我们用的两种方法 那一个 一种是plugin 我在简报里面有讲 那我在demo video里面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 就是我们 的刚刚讲的外部的依赖呢先用 一个function包装起来 抽取出来一个interface 时候呢我们去mark那个interface 是否建议在CI流程当中直接呼叫第三方API进行测试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你们的情境啦 那今天早上那个Keith他在讲那个他在测试的所采雷的状况底下 那也有一个vcr.py 那vcr.py的话呢他就可以把 呃就是第三方的risk for API录起了 所以你也等于就是说你不需要去code第三方API但是你的程式也不是用做mark的方式 就是 这个套件可以帮你录这些 这个过程 那 还有一个就是单元测试跟Pytest如何做选用 那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Pytest啦 那 两个原因就是第 第一个 呃 他的语法上面 比较像是 呃就是 Python的 Pythonic的语法 那你要去做任何的assert 其实你只要记得assert 后面的任何的逻辑符号就可以了 那 unitest的话呢 他比较像是xunit的这样一个pattern 那 本身我觉得 呃 这这个 这个部分我自己 呃 一开始选择的时候我就选择Pytest 那 如果你跟我讲说 他的好处的话呢 我觉得 在做推广上面 其实 你比较容易推广 我们 一开始写Python的 的 同仁啊 你要在团队里面去推广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偶偶的concept 那你要硬叫他去做一个unitest 那他还要先知道说怎么样去 做class 然后怎么样去define test function 他可能会觉得比较烦 可是用Pytest的话呢 就 呃 嗯 我觉得这个进入门槛会比较低一点点 那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Pytest的他也吃unitest的 的test code 所以两个都可以吃 那我觉得他的 可延伸性 然后进入门槛都 都比较好 我不晓得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 超过了 嘿 是不是我们等 差不多剩下一分钟 那我们这边就 让大家休息一分钟好了 好啊 因为已经一个小时了嘛 有可能要喝水啊 上洗手间 那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一分钟后也开始 我这边又又看到了一些问题 嘿 等一下 有关于Flask的整合测试 我有稍微cover到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 好 那我们准备进入下一个session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个部分的分享 那在 刚刚的单元测试之后呢 我想跟各位来 分享一下整合测试 那有些时候呢 单元测试 的单一模组他可以 完全通过这个单元测试 但他跟其他模组互动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错误 那我们就像 右图 在这个 动画里面 他的自动门呢 是关着的时候 就是 栅栏是 开着 那栅栏是关着的时候呢 自动门又打开 所以 其实他这样子就 产生一个很好笑的结果 我们要过这个门 其实是 有点困难的 所以 整合测试呢 其实就是要确保 模组跟模组之间的互动行为 他是可以正确的 那谈到整合测试 跟单元测试 那我们就 再跟各位在分享一下 这个 Mike Cohen 他提出这个测试金字塔的这个概念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单元测试 他 他 所 就是 测试的 程式码的范围 颗粒度是最小的 那之后的话可能是整合测试 然后这是 Service Test 越往上走的话呢 他 牵扯到的模组就会越多 那最后呢 是 到这个 这个 UiTest 那这个 UiTest的话呢 就是 他 複杂度可能会更高 那而且呢 在 呃 执行上面来讲的话 他可能也会是 比较慢的 那 甚至于呢 其实在 UiTest上面 如果 Ui常常是 很容易跟动嘛 那一跟动之后呢 你原来的 这个测试码就会坏掉 他就要去更改他 所以 如果我们在做 UiTest的成本 是会比较高的 那 呃就是 MicroCore呢 他们就会建议 就你 应该是 Unitest 他写的数目 比较多一点点 那越往上的话就越少 这也是 呃可以看到这个 Unitest的特性 他可以执行的 比较快一些些 那他也比较 独立一点点 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 呃 独立 呃一致性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在这边呢 整个测试 所 使用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用 呃 Flask2 这样一个 Demo的Web Application 那这个Web Application 里面 他提供了一些 Restful API 那整个的目录架构 是这样子 就是绿色的部分呢 是Production Code 那 测试的部分呢 就是Test Code 那我们 可以看到他 在这边 他用GET的话呢 这里 可以取得 呃 全部的代本 事项的清单 如果呢 我们在Test後面加了一个 呃数字的话呢 就是可以取得 编号为1 好的 代本事项 那我们用Post的话呢 就可以 呃 就是新增 一个代本事项 那 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 如果要去测试说 我们是不是 真的有 呃 可以拿到 呃 就是 查询到 代本事项里面的清单 那我们 呃就是应该要有一个 DB 那这个DB里面 可能里面已经有一些 呃 To Do List的Item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去做 查询的时候 才可以去查询 说是不是查询出来 结果是对的 那 要做到这样的一个 呃目标的话呢 那我们 其实就是 要运用一个工厂模式 那为每个单元测试呢 都重新建立一个DB 啊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 这个Ficture里面呢 我们首先 用一个工厂模式 那 那 在这里的话呢 呃这个 把环境变数设成test 那在这个 呃 Production Code里面的create 这样一个function里面 那我们去log一个config 那这个config呢 因为环境是test 所以 它会载入 这个 config.py里面 test的config 那 SQL Company它的database的话呢 我们就会 去bind的 一个in-memory的 SQLite 那 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把 呃 db先by的好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 会用一个叫做 Test Client 这样的一个 呃 这个 context 那 在这个Test Client里面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为每一个单元测试 一开始 呃 测试要进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 为它create 所有model里面的 这个table 那 create完这个table之后呢 我们就是去做这个 把资料塞进db里面的动作 那把资料塞进db里面的动作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就是 用了 呃 两笔假资料 那我们把它塞到 呃 在这里的话呢把它塞进db里面去 就是用这个 这个 testdb.session 然后我们把 task加进去 那 之后的话呢 第三步 我们就用这个 yield 刚刚有 介绍过的这个 keyword 那它就会 呃 把这个client呢 就是当成ficture 丢回 呃 这个 texcode 那我们 等到texcode跑完了之后呢 它会回到底下这一段程式码 然后我们就会把session 把它remove掉 那么把所有db呢 都把 把它清掉 所以 我们可以保证呢 每一个单元测试 它所有的db呢 都是几乎是一开始的初始状态是一致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这个testcode 那在testcode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 跟 帮 把db 这个差 就是增加了一个 这个task 那我们增加这个task呢 Title是买牛奶 然后是要 呃 Note有两瓶 那我们呼叫的这个是 client.poster 那这个client.poster呢 它就会 呃 在flask那边呢 去 假装有一个request进来 然后把它routing到 这个 呃 API 呃 task 的这个entry point里面 那 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去检查 它的 回传的这个status code 它是不是 201 那也看到这个资料呢 因为本来是有两笔嘛 那第3笔的时候呢 它ID应该就会是3喔 那这样子就表示它有 加入成功 那另外这个 测试 呃 testcode呢 它去 呃 是去查询 那查询所有的 这个 目前在to do list 里面 所有的item 那它去查询回来这个item呢 里面 因为资料 它一开始的初始的db是两个嘛 所以 呃 这里的长度就应该是得到2 好所以各位 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两个testcode 它都 呃 这个用了kind的ficture 但是呢 这个ficture呢 它每个单元 它会 呃 各自的去做setup 那里面呢是 等于拥有独立的db跟独立的table 那不会互相干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它在 弄这个测试的时候 它的setup 可以看到这个 单元测试 它会把一个client先 create出来 等到这个 单元测试结束之后呢 它会 tear down就是把它整个 remove掉 那这个因为 我们democode里面有 三个 呃 测试喔 那可以看到这边都是这样 然后也都有看到 它可以有setup 那有 自己的这个teardown 那有关于pytest的plugin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讲的这个pytestmark 那这个mark的话呢 它就是 呃可以做外部的 这个 隔离外部的依赖 那 之后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是想再跟各位介绍两个plugin 第一个plugin的话呢 是做 co-coverage的量测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系统时间的把它固定下来 如果各位有想要看更多的一个资讯的话呢 可以 点选简报里面的这个 连结的话 它有更多的 跟plugin 或跟pytest的相关的资讯在里面 那 co-coverage就是 就是程式码的覆盖率 它是软体测试里面的一种度量 那就是描述程式码 我们的production code里面 它被测试的这个百分比比率 那在 Python这个 这个language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package叫coverage.py 是最常被用来 量测coverage的工具 那我们有个plugin呢就是 pytest-cov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在pytest里面呼叫 coverage里面的 的这个一个plugin 那你安装的时候呢 一样就是用pip install pytest-cov 那要执行它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执行这个程式码 那这边就是说 这个 要去量测的 路径 是目前的 的这个目录 那这里的话呢是从萤幕输出 那这边会 产生呢 一个html 那这里是xml 那这个xml 你产出了之后呢 你可以 用其他的工具来看 那本来 我们有准备想说用 SonarCube这样的一个 就是 Server OpenSource的Server 可以让大家看说把每一次 coverage的 记录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 录了一个影片 那大家 之后的话呢 可以上 YouTube的 网站去看 那我们在这个coverage这个 地方的话呢 这个report 就是你 执行 HTML Output HTML 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 HTML COV 这样的目录 里面会有index HTML 那你把它打开来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 Protation Code 它跑了 这个有几行都是程式码 测试程式码都跑过的 那 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再把 譬如说我们要点那个 ROADS 点PY 那 你 连接点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把 这个 另外一个 coverage的report 可以 把它调出来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你有执行过的地方 它会是绿色的 那没有执行过的地方呢 它会就是 红色 那我们刚刚其实是有跑 说我们去查询 所有Task里面的资料 那因为呢 它 这是真正有执行完 所以它没有去跑到About 这一行程式 所以这一行程式是 在整个测试里面没有跑过 所以它就会是红色 这个就是 coverage产生的一个report 呈现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边就跟各位在 分享一下 覆盖率是不是可以要越多越好呢 其实 我们 要考虑上 就是说那个ROI 因为我们 这个写单元测试 维护单元测试也是要成本的 所以 如果在这个 考虑上 考虑ROI的 这样一个考量底下的话 我们可能应该要先找 有商业逻辑 的这个production call 然后我们去加 测试 测试 或者是它 逻辑比较复杂 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那我们去加 测试会比较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希望能做到就是 相对趋势 要大于绝对趋势 因为我们如果要在一个团队里面 去推 单元测试的时候 那你 一开始就说 我们要定到要到60% 要到70% 或者是要到90% 那 这个 团队成员一开始 如果还没有开始写单元测试 它还没有 感受到单元测试的好处 那你要一开始要他那么多 要他那么多百分比的时候呢 其实是 很容易fair掉的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 那可以一个从一个比较低的 测试覆盖域开始 但是呢 我们可以 要求这个成员 他在每一次 Commit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 Code coverage 不要下降 所以 代表是 我们每一次 Commit进去的 Code 他都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 测试码 来去 涵盖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 团队就会往 比较好的 方向慢慢前进 因为总会 有人他会 突然发现说 原来 这个测试码 真的是 帮助到他不会去改坏币 那他当开始慢慢慢慢 享受到 这个测试码所 带给他的那个 安全网的好处的时候呢 他就 更愿意去写 写这个 单元测试 那我们 在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主题 我们要怎么去mark 一个系统时间 那我们在这边 有一个情境就是 前一阵子我们要预约 疫苗 那我们医院里面呢 其实就是 就是 还没有开始 开始预约的时候呢 那你 你就是跟他讲说 这个 6月14号8点以后 才能预约 那 假设呢 时间过了 那当然就可以 进入下一个阶段 把页面跳出来 那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要实作一个 Vaccine 这样一个 的方向 好那 可以看到呢 在这边 这是实际上的 Production Code 那Production Code 其实 这个逻辑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 这个 系统的时间 然后用DateTime点Now 把它叫进来 如果这个Now呢 大于我们设定的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那在这边的话是 6月14号的 早上8点 那大于就 印出 Return 开始预约 如果是小于的话呢 就印出 这段程式码 那我们要写 这个 单元测试 那 照 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就是把 DateTime点Now 这个方向 我们把它mark掉 那Return呢 就是Return 我们设定给它的一个 假的时间 那 之后去呼叫它 同样的这边也是 过了这个时间 那它回来的值 我们就判断它是不是开始预约 那但是呢 如果你 你用这样的方法去mark 的时候呢 它最后系统时间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mark掉 所以 我们在这里 这一行程式码呢 你去执行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说fail 那为什么呢 因为 找不到 这个Now这个attribute 那 Python呢 这个社群就是 很多人会 会写一些 的plugin可以来用 所以 我们就有一个plugin就是 PyTest freeze gun 那 这样一个plugin 你用这个pip install的方法呢 把它安装下来 那这 在这边的话呢 你就是在 Tesco之前呢 就是用Decorator 那你用一个freeze time 那就是把时间呢 系统时间 把它固定在 比如说这个6月14号的7.59分 那当你 固定好了之后呢 你不用这个mark 它自动会 帮你把这个 Daytime.now 就去回传这个值 所以 你去call BookVaccine的时候呢 它就会拿到这样一个时间 系统时间 那回传就是回传这样一个值 那我们就去assert 那同样的这是 同样的逻辑 那只是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我们 透过刚刚 三个部分的介绍 那我们 就是把整个 跟PyTest 相关的内容呢 就是 介绍结束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这个 简单的重点回顾 那首先呢 我们 根据这个单元测试 跟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 单元测试 那为什么要做单元测试 以及如何做单元测试 那 在单元测试里面呢 就会谈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做三种不同的出口依赖 那你也会有两种的 外部依赖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隔离 外部依赖要做的隔离就是用这个 Marker 这样一个 这个Object 那去做隔离 那 在测试里面呢 都会有所谓的arrange actor跟assert 所以你要一开始去 初始化一些DB 初始化一些物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ficture 那有了单元测试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进行 做整个测试 那整个测试里面呢 有一个测试金字塔的这个概念 那希望说大家 单元测试的 数量多一点 那整个测试的数量呢 就是 把 该 有的 那比较 这个 复杂的 逻辑 的组合 把它 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是flask 那你可以用ficture去 enit 这个taskline 那可以去enit db 那 之后 的话呢 就是用yield 去跑到 单元测试 那之后 yield的单元测试 结束之后呢 再把 那些 db 把它remove掉 那 关于测试的 程式码覆盖率的话呢 就是要考虑 ROI 那相对的 趋势要大于绝对的趋势 那有 PyTest也有很多的plugin 那这些plugin里面 我们介绍了 这个coverage System Time 那另外呢 就是 我们常常用那个request 我们去呼叫外部的 这个 API 也有一个mark 可以 就是mark这个request 当你去呼叫 特定的 那个网址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设定一个固定的回传的词 那我想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整个结束 那这里呢 有一些参考资料 大家如果有兴趣 对单元测试 整合测试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点击去 参考更多的这些资料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那 也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台中拍 在facebook上面呢 去google台中拍 那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群 啊 非常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讲者精彩的教学 那我们接下来 进行最后10分钟的QA时间 那刚刚因为问题太多了 所以slide上面的问题 我们先把它 archify 那 那大家刚刚有 还没有问到的问题 可以再 再补一下 那我们讲者会来 这个 一一的回复你们 谢谢 那接下来交给讲者 OK OK 我刚刚就是 照这个题目上 再回回回应 现在视讯上面也有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测试量如果很大 比如说2000 像以下的测试 那这个部分 我自己本身 我们 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大的project 那 我在那个YouTube上面 已经有贴了一个叫XDIST 那我在很多的 PiTest的书上跟文章上都看到 有人会推荐这一个Plugin 那他可以去做那个平行化的一个测试 或许 就是提问的这个伙伴的话呢 你可以 之后可以去试用看看 那 一个测试函数是不是有多个 这个assert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error的话 当然就会跳出来没错 那这个就 牵扯到好像是 下面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一起一并回应 就是如果一个测试的function 只有一个assert 比较好还是要写多个 那我觉得是在同一个 就是逻辑底下的话 当然是要写在一起 比如说 我们知道说这个方权就是要测回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有两个 element 那这element都是一个dick 那你要测dick里面的一些值 那你一定会在你的unitest里面呢 去验证这些资料 那当然就会写 可能是好几个assert 但是如果是不同的逻辑 那单元测试 会比较建议的就是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测试的案例跟逻辑要拆开来 那这个的话呢刚好就是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 那个成功的测试失败 这个Kiss Young 他有跟刚才做一个分享 就是这个部分没有错 如果就是is success的话呢 要等于他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会当成是coverage有cover到 那如果你已经aware到这个状况的话呢 那你就写两个case 那当然如果要更容易让别人懂的话呢 那就真的要就把它变成那个if else的这个程式码 那这个我是觉得或许这一个case呢 不能只是单单纯问这样子 而是我们要去看用coverage的方法 用coverage的方法来去大家讨论说 是不是我们要把程式码改成这样 那如果觉得程式码这样写比较简洁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在unitest的时候 我们aware到之后呢 那就把两个不同的case都写下来 我像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这样子就在我们自己的team里面来做建议 那pytest是不是可以针对多个微服务进行整合测试 这个整合测试的话应该是都会用API串接在一起 那如果用API串接在一起的话呢 pytest可能是一种方法 但是一定要有所谓的call到API 那在我们team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用request这样一个library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robot framework 它是一个end-to-end的测试框架 那它也有一个extension 它可以做这个restful API的测试 那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整合测试 或许要考虑的是另外一种测试的工具 对那我想我大概这边回复 应该都回复了 那最后我其实想要再多分享一点 就是单元测试这件事情呢 其实它是一个慢慢慢慢的累积 我在我们team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有一两个测试 但是慢慢累积到上百个测试之后呢 你开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所谓不一样感受就是说 你的程式嘛 工程师比较敢说 那我今天我来改看看 我来重构一下 我来测看看 这样会不会对 那改了之后呢 真的错 发现改错了之后 你还会有点点高兴 真的单元测试有帮到我 那你就会有机会 让你的程式码呢 就是变得越来越好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unitest的时候呢 大家的心态会比较倾向 这个程式可以run 那我现在不要改它 可以跑就好了嘛 那现在改它干嘛呢 但是如果你真的又觉得说 我一定要重构 你没有单元测试的时候 那你重构之后 什么时候把bug埋进去 你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 最重要就是要推 让大家愿意开始写单元测试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一开始要 把那个call coverage呢 就要定得非常非常高 或许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20%也好啊 30%也好 但是我们有一个 让大家取得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committed进去之后 跑出来的call coverage 不要往下降 就是希望是越来越高 那你程式码 你假设本来是30% 那你下次committed进去 还是有30% 那表示你已经有写 一些单元测试了 不然的话 你程式码加进去之后 call coverage应该会下降 那慢慢大家在养成这个习惯 那也觉得unitest开始有帮到你 你工程师就会觉得说 那我觉得写它是OK的这样子 那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的频率 如果测试过的部分 还需要再测吗 单元测试就是 每一次committed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单元测试 都重run一遍 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你全部都重run一遍 你才会知道说 前面的那些单元 你会不会因为改A坏B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Mac SQL的DB 有什么建议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以单元 单元测试来讲的话 我其实是真的会比较建议 就是说试着就把 你的DB能做一个隔离 那先不用去连接到 那个DB database 因为database 如果要连接下来的话 其实是有点复杂 就像我们医院里面 那些医疗的一个记录 有些时候 一query之后 它其实后面牵扯到 是十几万笔的资料 那你要去做这个查询 速度也慢 那我们的单元测试 其实要测的就是 20行之内的 那个单元里面的逻辑 那反而其实你只要有 可以你设计好的 那个资料量进来 然后去测对不对就好 我们所谓的多 其实应该是三 就叫代表多嘛 那三能跑出来的case 那你就不需要用到300 那所以这个东西 是可以去做一些测试 应该不能讲测试 就是你的测试资料 是可以经过一些设计的 对 的 这个 我的 зап 优优独播剧场人 辆 首先 在